画面中可以看到是在屏东万丹的万顺路跟南北路口 一辆小货车在右转的时候呢 和一部双载机车是发生了碰撞 机车倒地 车上的两人呢 也是被撞到躺在地板上 而这部撞人的小货车右转之后停靠在路边 也发现呢 是撞到的人 驾驶其实是有下车来往车货的方向查看 但看完之后没有任何的作为 居然就这样上车离开了现场 造势逃逸 双载机车后座的女性乘客呢 目前脑出血还在治疗当中 她的妈妈在脸书po文斜巡 有行车记录器或是目击者呢 可以与她联络 也感谢当时帮女儿撑伞的热心民众 而现在警方呢 已经掌握了这一部小货车的驾驶 要通知她来道案说明